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真枪实弹了 今天我们要讲的比赛的赛道感是阿森林 纽卡斯林这场比赛的赛道感 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双方的首发11人先吧 其实我们内就没有变化到 就是依据我们最强的11人上阵 就是跟上一场也是没有改变的 毕竟解释受伤所以现在还是NK的顶着他的前锋位置 不过还是跟各位讲过一遍 然后双中会是Gabriel加Salibar Ben Wright,Zinchenko还是保着他的左边后位的这个位置 然后Tomas Pate,Jaka跟Odegard三中场 Martinei左边锋,NK的前锋,然后Saka右边锋 然后来到纽卡斯这边的话是他们第一个4-3-3 然后其实就是经过他们这些大富豪这些 投资过后他们整个丁比起以前 就是有很大的差距了 然后他们的手名是前Bernie的手名 也是英格兰的其中一个手名 Nik Pope,然后Rideback也是英格兰的球员 Kelan Trippier从Aligo Madrid买来 然后Farbin Share 算是他们原本的半底 Steve Botman从罚甲的Liu牵过来一个Centerback 然后Danburn从Brighton牵来的 Long Staff是他们自己的U Academy出来了 Bruno Grimmaris 是他们从我们手上抢走 我不想要牵 可是最后被他们牵掉了 甚至在他的那个video announcement上还酸了 我们一下子这样子 Bruno Grimmaris 不过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中场 然后Joe Willock是从我们身上买走 20多Million买走 Miguel Almiron是在大财团还没有买之前就在 Wilson也是 然后Jarlington也是 就是他Under Anyhow 就是算是一个大改革 这样子 从以前踢前锋变成中场 呃 左边风算是他以前也是有踢过位置 可是他就是有一点像是那种 不是负责主要进攻这样子的球员 他比较像是Pressure负责的这样子的球员 他今天这个roll也是这样子 然后 可是讲真的就是 总结来讲 后来就讲 这一场零比赛 其实我自己觉得是一个 呃 很公平的一个结果这样子 我相信大家可能会很不认同 就是呃可能有 Gabriel那个点球的call 然后最后 94分钟的那个点球的call 可能很多人不认同 不过这个我等一下来讲就是 我现在来讲就是 我们其实这一场呢 基本上只有上半场前十分钟这样子的时候 踢得非常好 哇进攻很有威胁性 可是 呃很多时候都没有把握住机会这样子 包括 下半场NKT的机会 呃一对一打门 我记得是左小推射吧 然后被NIPPOG的左脚挡出来 那一个应该是全场最好的机会 要不然上半场那个十分钟 我记得甚至那个射门都没有说 有太多威胁性啊 然后 啊 啊 反观了 尼卡斯这边的话其实讲这个 他们战术就非常简单了 讲这个今天就是 很多时候就是 啊 尝试拿到set piece corner啊 free kick也好 然后尝试 用缺别的这种很好coursing能力 传进来找Wilson啊 John Linton Five and Share Steve Bowman跟Dan Burn 这五个非常高大的球员啊 然后 可是讲这个他们今天讲 我自己觉得也没有说创造出太多很好的机会也没有说威胁到Ram style太多 呃 只有一瞬间就是我看到Ben White被Tomiasu剃补过后 然后我看到Alan St-Maxime上来的时候 那是我唯一是紧张的时候 因为我讲说 上一场我自己就讲Tomiasu的表现剃的不这么好 然后St-Maxime我知道他是商议复出这样子 剃的没有多好 可是 可是 我对他的印象就是非常可怕 戴球能力过人EVE是非常强的 所以如果他对上上一场这样子Tomiasu我是很担心 可是 呃 我觉得是可能是时间上不够 然后我们节奏可能也是有稍微控制住 没有给St-Maxime拿到太多球 所以才 没有造成这样子的画面我就这样讲了 然后 呃 先拉回来我们这边讲自己吧 呃 因为Newcastle其实讲真的也没有说太多好讲 因为像我讲他们进攻模式其实是 蛮单调的 可是如果你之前要讲的话啦 就是我对他们的防守真的是 呃 非常的impressive 就是 进攻我不敢讲 因为 其实想着我没有看到Newcastle这个赛季太多 呃 我知道很多时候他们都是靠那个Trippi的set piece 然后Corner啊 FK 进球这样子 可是确实我觉得他们进攻能力也是有 只是这一场我真的是没有看到太多 我觉得他们进攻就 很单调这样子啊 呃 可能也是因为是 因为我们是榜首的关系 所以T也可能比较保守也是有可能 呃 可是他们防守真的是非常好 我觉得Botman啊 跟Fermanshire这两个人 我觉得尤其是Botman啊 他那个长传能力 因为我讲成我之前我知道这个球员 可是我没有对他有太多影响这样子 没有太多的深入了解 这一场我看到过 哦 还蛮不错 然后Dambon 呃 如果各位不知道的话其实他 他身高接近要190多 195这样子吧 非常高 然后还有个T left back 照理来讲 我们Saga这样子速度这样快的球员 应该说可以很轻易过他这样子 我觉得也没有了 然后我看到就是 他速度其实也没有说到很差 然后可能用身体对抗可以 脱满住那种很快的边风这样子 我觉得他防守今天是做的非常好 呃 转一个年来讲的话 你要讲也是可以讲 是我们自己的进攻做的不好 呃 Saga Origa Jaga 跟Martinelli 不要讲NKT 因为NKT我觉得他没有做太多这种串联工作 我就不特别讲他 我觉得他今天做的还算是不错 没有说 太多让我觉得不满意的地方 可能就是讲那个打门 就希望可以打进这样子 可是 如果换做Jezus 他也不会打进 因为毕竟他已经很久 金旗黄没有进球了 不过 呃 这一点我们是不会知道的 因为毕竟Jezus 受伤是这场NKT的T 我就不多讲这个 可是讲回到刚才我讲的 呃 我们前场其他的四个人 Martinelli Saga Origa 跟Saga 这四个人 我觉得今天进攻表现都是 倒不是太好的 尤其是 Origa 这一场跟前几场的表现真的是天差地别 我前 看完上一场过后 我甚至还跟我的朋友讲说 Origa 才是 英超最好的NKT 结果这一场就直接有点打回原型 就是 包括传球 可能有一些决定上也做不好 然后射门上 也是打了很多次飞机 Origa打了两三次 然后Martinelli 今天很多次1v1过人 其实也没有说做的特别好 你要讲话真的 我觉得Amiron也是有回来帮Trippier 两个人包加Martinelli 这个一点也是起了很大众 我觉得Martinelli很多时候 明明看到两个人 就是要防守 他还是尝试要因过人 我觉得 不算很聪明 可是就是 你要讲的话 就是可能他很有那种 很有那种充心 就是还是想要证明自己这样子 有好有坏 可是我觉得这一场 他就Trippier是特别好 亚卡也是 就是这一场 有些最后的决定 那种传球力度 做不好 或者是射门选择 也不能说射门选择 就是他 仗位可能再好一点这样子吧 可是今天就是 我觉得像我讲 Nuka是防守也放得很好 然后我们自己进攻也 做的不是说到特别好 所以才导致到今天这一场 我讲这个0比0的这个 一个结果 然后防守端上 其实讲真 我是没有太多可以抱怨的 我觉得 就是可能有一些 小小惊慌失措的时候 可是大部分时候 其实都是 我们丢的蛮好 Salibar Gabriel Ginchenko今天在 控制这种 传球节奏上面 我觉得做得非常好 他跟Terny最大差别 我觉得就在这边 就是因为 毕竟Ginchenko就是 比较像是中场这样子 比起LF 他控制节奏 传球这种能力都比Terny好 所以 我觉得确实是有做到 呃 发挥到他的作用了 可是就是 我最后的时候 我可能有觉得说 可能这时候 换上Terny 做的O-Lab的动作 可能可以帮助解放 Martinelli这样子 可是Atleto最后也没有了 就只是整场上 只做了一个Bandall 来换Tomiasu 这一点我其实不太能理解 因为像我讲啊 如果假设 Eddie Howell 对应 就是换上Alexa Machine 打Tomiasu 我真的会吓死 我跟你讲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可是 像我讲的就是最后 这个画面 我没有让我们看到 所以我就没有太多好想 可是就是 讲到替补啊 我就顺便讲上我们今天 我们版灯真的是很缺人啊 因为今天如果看去那版灯的话 其实讲着没有太多人可以上来 改变这个战局 就是 呃 第一个就是 Fabio Villar 讲成Tomiasu 我自己觉得他也不能算是 可以替补上来改变战局 进攻的那种战局的球员啊 呃 然后 另一个可能就讲 马金雄是吧 呃 就是那个 27号的小江马金雄 这样子 可是讲着他也 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啊 因为毕竟 他没有说 讲着 我看他UBA list 我自己也没有说到很impressive 所以就这样看下去 呃 Rob Holden 没有人了 没有没有影响 没有有影响能力的进攻球员啊 所以 可能我们真的很需要签Mudry 可是最近我看那个消息传出来 Mudry跟他报价越来越夸张 Sucker 真的是 咬死不放 我真的是 哎我也是不知道啊 呃 可是现在毕竟才 1月3号还早 但是也不要偷太久啦 最好是早一点settle 这个问题是最好的 可是讲真的就是 我觉得今天就是 跟Newcastle打平 其实有没有说到太差 因为Newcastle这个赛季 你自己有看到他们现在变成 好像一个可以争前四一个球队啊 所以这个争成绩 虽然是在主场应该赢了 可是我觉得打出来打个1分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了 毕竟Mudry还没有踢了 我们现在现在变成8分领先 还要看Mudry明天表现这样子啊 嗯 可是 拉到最后要讲一个东西的话 啊 其实 两个两个东西要讲 如果鸡蛋你要挑骨头 再鸡蛋你挑骨头 哈 又是Ramsdale Ramsdale今天就是很幸运 就是整场没有说有太多有挑战他的东西啦 有一个就是他的传球又在产生失误 又在吓到我 Ramsdale行行啊 真的不要开玩笑行行啊 OK 然后再讲一下最后最后的点球 94分钟的点球那个call 呃 我自己个人呢 会讲不是点球 我知道很多人听到可能会很生气很生气讲说 啊都打到手了 还不是手球还不是点球你是在讲什么东西 人真听我讲先 OK 我的解释就是因为他打到手 他的身体 他手是在身体的一部分 呃 要不然你是要他切掉完全切掉他的手吗 不可能他手都已经放在他身体上面了啊 不能不能叫他切掉手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就不是点球啦 可是我知道可能很多人还是觉得说 呃VR有时候这种球都会给的 为什么我们没有给 可是公正来讲的话 这球绝对不可以是点球了 我就这样讲了 然后那个Blandi的话 拉Gabriel跌倒的话 Gabriel也是有拉别人跌倒的那个嫌疑啊 之前的时候 所以我就觉得来来回回算是差不多 可是在Overall讲这场的那个 呃 那个Rafi的那个表现啊 其实讲真的是蛮差了 我觉得尤其三半场他就已经是 失去整个球场的控制力了 就是 我记得有一个端大概十分钟这样子 他连续给了六张牌这样子吧 应该是就是 那黄牌大部分都是出现在那个时候 因为 他突然间好像头脑敲到 什么东西都是给黄牌 一点点一点东西都给黄牌 我都看到我就觉得蛤 为什么一直给黄牌 从那时候开始就有一点失去节奏了 然后 就让到很多呢 包括Badette也好啊 约卡斯的球员 阿斯特的球员也好 就一直在那边对着他乱吼乱救 他早就应该要有一点控制了 可是就是因为他上半场那个举动 导致到整个 那个赛局就是很混乱 到他没有 没有那个控制了 所以到最后 阿特特那个点球 阿特特也是喊 乱喊 可是我可以理解啊 可是像我讲我自己也不是点球 可是就是 我觉得这个裁判那一方面可以再做得更好了 呃 如果你不认同我 讲的话 就是说为什么 你觉得这个是点球的话呢 呃 我这里就直接把那个放晒给各位看就好了 如果你觉得为什么他 应该是点球 你就在留言下面跟我讲啊 反正 我已经给出我的解释讲说为什么不是点球啊 你们也可以跟我分享 为什么你们觉得是点球 我这里再开起来给各位看一下 呃 像我讲的 啊 这个这照片可能没有都显示到太好 可是我就是他已经是 手已经是塑在身体上面 然后他才打了 他也 不能讲啊 不可能切掉他手对吧 不过 像我讲的 如果你们有任何 不认同我的地方 在留言下面跟我讲 然后记得 按赞订阅还有分享 我们增强实战的赛球感下期再见 那 那